各位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來到星期日的三點鐘左右 朱仔講今天第二隻推介手錶之前 就要講故事 很多時候現在買手錶 除了買外形 買它的質感 Dial之外 還買了手錶背後的故事 這隻錶就有它背後的故事 1959年的 第一隻推Ciniton工廠製造的防水手錶 Power Water 而這隻今天的Corosheor 64 仿照著當年 1959年推出的第一隻防水錶作為設計難本 而這隻Corosheor 64 除此之外 還有因為它是 仿照著1959年的Power Water設計 所以每一隻都限量 1959隻 1964年的時候 星神就參加了 讓流勘探 的勘探測試計劃 將47隻 當時1959年製造的Power Water 在這個海洋漂流了一年 連浮筒 當時 有些外國的專家 一年之後打鬧上來 居然這隻錶都能夠正常運作 正常操作 就是它仿照著Power Water的設計難本 這隻Corosheor 64 背後的故事 所以它叫Corosheor 64 而它是1964年 的時候的黑潮計劃 以及 1959隻的限量 就是因為它仿照著 1959年製造的Power Water 你看到它那個Dial做了復古的設計 煙燻綠色的標盤 再加上了鷹眼紋 這個標盤的紋路 我當時 記得第一次推介 上年的時候 就跟標迷說 好像樹皮紋 其實就不是 好像鷹眼的紋路 有標迷就告訴豬仔 然後我上網搜尋過 確實是 鷹眼的一個紋路 整隻都是做了煙燻綠色的標盤 很漂亮 這隻標例都配搭了 8310的Milta自家機身 儲能時數是60小時 比起一般的入門級機身 儲能時數較為高 一般我們平時常用機身都是41-42小時的動力儲能 40小時的動力儲能 全自動機械機身有得手動上鏈和自動上鏈 看看 Dial和黑度 我試試再進一步拉近鏡頭 大家可否看得到 它用了三角形的牙齒釘黑度 作為黑度的顯示 但黑度做了三角形的拉絲和拋光打磨 做得很漂亮 再加上它襯托了尖形的指針 十分針都做了尖形 Citizen的logo 都是做了一個突起的金屬片 更加立體 日力槍位置擺在三點位置 做了黑底白智 上面也有一個金屬邊框 挖住了星期日力槍 挖住了日力槍 所以更加清晰而看 夜光方面就在黑度後面 有12個mark都有夜光 時分針都帶有夜光 試試讓它動作 給大家看一下 Koroshua64 Limited Edition 夜光又如何呢 時分針加上黑度也帶有夜光 我剛好電筒沒有燈 再展示給大家看 夜光 時分針加上黑度也帶有夜光 我先看一下錶 它做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做了附鏡的 你看到附身的鏡面 然後錶冠有少少漏斗壯 錶冠斜的微微向入傾斜 錶腳的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延伸了旁邊部分做了打直的拉絲花紋 沿邊的位置做了不鏽鋼光深的錶圈 做了拋光的處理 好了 看看錶帶 錶帶做了實深鋼帶 實深鋼帶 拉絲鑒了光深 錶扣的位置做了接接式的短扣 一顆眉條洞就行了 唯獨有少許美中不足的地方 只有一顆眉條位置 打開做了光深的薄橋 如果做了厚橋就更加好 不過它屬於入門級基深 所以我都理解它為何做薄橋 好了 看到這裏 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螺旋式鎖的透視底蓋 寫著康羅索爾64 寫著21石 然後寫著Japan Movement 8310的機深 另外這裏是寫著Japan Movement Stainless Steel 這裏是1959隻 有一個獨立的機深編號 寫著Limited Edition 好了 反過來給大家看 機深先看 也有些拋光的打磨 至於 錶面 我就很欣賞了 除了做了煙燻綠色的錶盤 做了鷹眼紋 還有它index的綜質很漂亮 是一個刀牙仔的三角釘 手動上鏈 我們試一下向上轉動 上鏈的手感也好 很Smooth 接著先踢起錶觀 試一下 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的時間 手感也好 教的日曆 都很緊緻 教時間 半格我們教的日曆 好 半格向下轉動教日曆 一格一格調 好了 教完之後 我們按進去做了一個拉推盤 這個錶因為仿照當年的設計 當年也是做 5個巴的防水 現在也是做5個巴的防水 不是一隻潛水錶 是一隻復古的 很有Vintage的味道 好了 試一下薄薄的重量 實心降大 實心封印 耳蓋都是實心 所以整隻錶有些受感 試一下量量齊 重量方面 是128gram左右 128gram 又不算高潛水錶很重 但也算有些質感 表徑方面 不屬於大表徑 試試寫一寫直徑給大家看 直徑方面 我看官網顯示 40 40 看看 應該是40 10.8mm的标径 它的官網者是41mm 厚度是12.9mm 12.8mm的厚度 而脖子就去到48mm 好了 你看到旁邊的地方都做了打直的拉斯紋 做了打直的拉斯紋 做得很漂亮 卜身的标盤 再加上牙仔的黑度的條釘的打磨 煙燻綠色的标盤 試一下戴上豬仔14.8mm的手腕 戴上很貼手因為結尾比較短 所以我戴上去就比較貼手 還有我喜歡手錶背後的故事 如果你和豬仔一樣 豬仔推介 多少錢呢 Colossure 64的一隻 Cilison 仿照著當年1959 Pawawata的一隻 設計藍本的手錶 限量版 豬仔推介 超順價 2288 2288 二二發發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就在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都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手錶 想在佐敦怎麼拿 還是賴姬怎麼拿 豬仔手上有兩隻現貨 下個星期會有多一隻 總共三隻 這隻Colossure 64 如果上一次推介的時候 你沒有選購這隻手錶 其實這隻手錶很值得推介 因為我很喜歡每隻手錶上面 都有自己背後的歷史意義 背後的 歷史故事 包括了我手上一隻 Colossure 64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